Life Friendship Beauty Girlfriend Talk Show 真的太久沒有錄這個跳舞了 我覺得不行了我們剛剛整個跳舞就整個卡 我們就像是一個復健的老人沒有什麼兩樣欸 你們就一直說想要看我們重新跳舞的片頭 這樣子你們開心了沒? 可以了嗎? 歡迎收看王老師的檢討大會 等一下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需要這樣檢討 因為上個禮拜呢我們發了一個問卷 希望大家給我們一些頻道的回饋 大家真的是雪片般的飛來 沒有其實大家就真的是寄於那個貼紙 真的貼紙實在是太熱門太搶手了 以至於大家的回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而且發自內心 而且你們就是寫太多了 以至於王彥之他沒有辦法看Orange is the new play 我真的是眼淚都要流乾了 我到現在至今還沒有看完 因為他都會一直一個一個看你們的留言 還有我也有看喔 王王這次他們只看了一點點都是我整理給他的 沒有我也是一個一個這樣子看 有的真的笑得哈哈哈哈 那因為有一些真的寫得太好笑了 於是呢我們今天就要拿出來跟大家一起檢討跟分享 首先呢就是有一些太想拿到貼紙的朋友 就會寫得非常慘媚 我覺得小熱唱頻道真的是台灣難得 好笑紓壓有顏值又好聽的YouTube頻道喔 我覺得蠻中肯的阿 你們真是美麗與智慧兼具的YouTuber 我覺得你這個話的意思是說 YouTuber通常只有兩者之一嗎 沒有阿像我們真的就是美麗與智慧 你是不是一直卡住 你是不是自己覺得良心不安了 我覺得你們這樣子一直說謊要拖一千根針 很想要成為像紅芝這樣的人 感覺很有工作能力 而且又很好笑 我愛紅芝 謝謝你 我看到這裡我真的只想說 你們到底哪裡看得出來 大家很有工作能力了 我覺得這個人他一定是透過一個螢幕的感覺 然後瞭解我的內心 我跟你講他真的就是一個廢物而已 他就是廢物女友跟吉祥物 而且就是我想問大家 你們真的知道我的工作是什麼嗎 就是一個掃地阿嬤呀 推薦給身邊的人看說 如果沒有笑的話我給你賞巴掌 還好兩位都沒有讓我被賞巴掌 你們真的很暴力耶 為什麼要賞巴掌 這不就跟以前會玩的遊戲就是說 握著手 握著手 然後握著手然後互相猜拳 然後整個打 一直瘋狂一直打 我以前國中同學打到這邊 就整個要送醫急診室那種 而且你被打的時候 就在相信說下一個我一定要贏回來 君子報仇 身分秒秒 Girlfriend她秀陪我度過崩潰的考研究所夜晚 寫考古題的時候 或上廁所的時候 或檢討的時候 或補課的時候 也看太久了吧 也太多了吧 最後還考上了清大電機呢 真是謝謝王老師 恭喜 恭喜這個同學 真的是非常厲害耶 很聰明 但是老師還是要斥責一下 這樣公開的宣揚文對嗎 而且你這樣收聽收聽到最後考上清大電機 那如果你不看就考上台大醫科呢 但是我覺得恭喜啦 但清大東西很難試 耶 王虹之學魯肥宅模仿得很到位 尤其那個黑黑 他真的沒有學 這就是他真實的聲音 真的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對王虹之的一個大疑問 就是說 我想要加王虹之的IG 王虹之什麼時候查公開的IG啊 是一個嗎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不像王虹之每天都在跳你們的網美 然後每天都在做Story 然後每天都在做Story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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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什麼意思 不是我們要跟上年代 現在大家都在用Story啊 我跟你講王虹之真的不會用Story 還是我教他的 他真的很老耶 沒有Story 每天都是No story 我是兩個孩子的媽 你們的影片真的很紓壓 我絕對沒有要吹片的意思 但是如果媽媽太久沒有紓壓的話 小孩會過得比較慘就是了 撲 我真的很擔心那個小孩 因為我們出片真的很慢 真的我覺得他們真的是過在水深火熱的地獄裡面 我每天聽Girlfriend Tasha 跟小熱唱到我媽快受不了了 一回房間就說 齁怎麼又是燕之鴻吃他們兩個啦 對不起啦媽媽 那如果這樣子我們有一次就在街上遇到 就是你媽的話 那他就是對我們有成見 不要再靠近我女兒了 放開那女孩 有些人他們就是很認真的會提問 我覺得是不是就是我們的Q&A太廢了 以至於大家就是想在這邊再次提問 因為我們上次根本沒有回答 我覺得你們只有沒有仔細的去聆聽 你知道嗎 你們沒有打開心胸去聽別人講話 對 零就是聽 聽就是零 是同意副詞 所以你們才會看不懂 餐不透 第一題 為什麼紅芝比較像姊姊 誰說我比較像姊姊的 叫我姊姊 姊姊姊 好 下一個 其實看你們的影片常常會注意到你們的穿著 很多都很好看 是否可以分享你們的穿搭呢 我們只想說 seriously 下一個 我把你們的請問當口頭禪了 容許吧 這我覺得他好有禮貌 他還是先問我們許可 真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啦 我勉勉強強讓你用請問 會不會就是他們在學校跟老師說請問 我想要就是你們就是拍一個請問的照片 然後發上來貼 IG然後就是po請問 hashtag girlfriend她是 王老師的青春教室 王老師的青春教室 同時可以錄冷笑話影片嗎 王老師請講一個冷笑話 請開始 你這樣突然要我講我怎麼講啊 我跟你講他腦袋空空 你們現在還說他工作能力強嗎 他就是沒有腦啊 不是誰可以這樣子隨便講一個冷笑話 可以 那你講一個啊 你知道什麼動物最關腔嗎 什麼 因為機關槍 歡迎大家一起來跟我講冷笑話 我是冷笑話的那個愛好者優 紅芝你可以表演coding嗎 我覺得就是我雖然說我是工程師 但你們對工程師的認識是不是有點太狹隘了呢 工程師不是只有在電腦前面 然後這邊很宅的在coding才叫工程師 我電腦只會開機跟關機啊 不行嗎 那王芝的工程師到底是什麼工程師呢 這掃廁所啊 真的啊 他就是廁所工程師啊 哎呀你們早大就會知道的啦 有人會說每天聽三輪girlfriend touch show 還做不完作業 這根本就是你寫太慢啊 你真的寫太慢了 我沒有很多集 聽完要六小時 對啊為什麼作業要寫這麼久啊 聽完三面要18小時 還是說老師虐待他們 就是功課出超多的 還是你真的太多話想跟老師說 週記寫不完 就在這邊就真的要謝謝大家 就是很認真的填問卷 然後很多人就是也分享很多的心得 跟他們建議我們頻道的可以改進的地方 真的非常感謝 那很多人就希望說 可以在一些活動上面看到 我們在此只能說 希望你們可以邀請我們 對啊 你一直說想看我們 但又不邀我們 如果你們就是學生有去辦一些活動 比如說你說需要去打掃阿姨的話 就是找王洪之 沒有就是說如果你們系上有一些 比如說 吉他社課啊 或是一些系上的活動 或是學校的活動 如果你是什麼幹部的話 歡迎邀請我們 你只要想任何非常牽強的理由 然後呢 然後我們就會說 好 比如說如何成為最美麗的工程師阿 之類的 誰想知道這一個阿 或是說將來就是出國念書 有沒有什麼一些小撇步之類的 我們都很想見到大家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機會 拜託邀請我們 總之感謝大家的留言 以及問卷分享 如果你還沒有按讚的話 我只能說 你現在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 去加入王老師 去訂閱 OK 謝謝大家 感謝你們 暑假開心 要注意安全 掰掰 剛剛就是那麼戲虐的分享完 其實我們還是有認真跟正經的影片 要跟大家說一下話 一些 非常感謝就是大家的支持 因為我這次看到很多的 裡面的一些心得跟留言都是 就是當初我創頻道的時候 就有留言跟就是出現的人 所以我覺得非常感謝已經 隔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們還是非常支持我這樣 就非常感動 因為很多人都會自己先表明 自己是紅粉自己 這也是我非常感動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他們站出來以後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他們就會說他們要站出來 然後站出來就站在那邊 你說很多人就會說他們自己站出來 對那站出來之後要幹嘛 站出來給大家看阿 然後大家意外都會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其實是很有深度的人 因為我覺得你怎麼會看出來的 我這樣也能被你看出來 我們就是很想要隱藏我們 很有深度這件事情 好啦真的真心謝謝你們 然後我們就會更加努力的做出 好看的影片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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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